大家好,我们再来分析一下洛杉矶湖人的情况 湖人在今天的一场大战当中居然暴龙输给了活塞队 这场输球应该是很多人都意想不到的 毕竟詹姆斯曾经承诺过他绝不会让湖人遭遇到连败 但是这次湖人却遭遇了背靠位的两连败 而且有可能在下一场面对凯尔特人的比赛之后遭遇到三连败 实际上湖人之所以打成这样 跟球队老大詹姆斯的表现脱不开干系 詹姆斯这场球发挥可以说是坐了一套过山车 先是到达了高峰但是又来到了低谷 而詹姆斯表现出来的明显下滑更是应该让湖人队提起重视的 也是证明了湖人的引员策略到底有多么的失败 詹姆斯现在随着年龄的增加身体素质在下滑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 他现在突破到篮下的终结成功率远远没有之前那么高 篮下的突破次数也是非常的低 本赛季詹姆斯南下突破到内线的次数只有场均10.3次了 比上赛季少了接近4次以上 但是他的中远距离投篮和三分线外出手却增加了很多 三分的命中率更是突破了40% 这是他的一个进步 可是在取得这样进步的同时 你也必须得承认詹姆斯现在的进攻手段和之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曾经的詹姆斯是飞天顿地 只要他往内线冲没有几个人拦得住 所以说关键时刻打阵地战他的突破是一把利器 之前的一星四射体系也能够用得非常娴熟 但是现在到了胡人队 尤其是本赛季为什么胡人打不了一星四射了呢 原因很简单 不是胡人外向的投手不够准 之前卡鲁索一度是全联盟三分命中率最高的球员 实际上就是詹姆斯的下滑太明显太严重了 詹姆斯现在的得分方式已经退化为了三点 一方面是依靠后仰中投另外一方面是转换或者是阵地战的干拔三分 还有一方面就是打快速反击的时候进行一些跑空篮的扣篮 或者是接到队友传球的空切顺下 这是他的全新三个得分方式 而其中重点就是后仰中投和三分 这居然已经开始逐渐的成为他的主要绝招了 詹姆斯这个赛季的投篮命中率 尤其是中远距离的投篮命中率 确实是比之前提升了很多 但是这也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他已经彻彻底底的从曾经全联盟最强的突破手 变成了现在终结能力极度下滑 身体素质也是飞速下滑 突破终结没有之前那么稳定 更多的依赖手感的一个超级巨型了 而詹姆斯成为了一个依赖手感的超级巨型之后 就意味着胡人现在很不稳定 一旦你手感好 例如对阵骑士的那场比赛 手感爆棚就能拿46分 但是明眼人都能看到 詹姆斯最后一节的石头九中 有很多都是中远距离投篮 几乎没有就往篮下冲 所以说只要是手感来了 你能拿高分 但是手感差了 例如对活塞的这场比赛 一上来五投五中效力很不错 结果接下来呢 14次出手就进了三个球 下半场两分 手感一差一个球都进不了 所以詹姆斯已经成为了现在的这种情况 就导致其他球队很容易针对他了 他们只要更多的去防詹姆斯的中远距离投篮就够了 而只要队上那种封线防守极强的队伍 詹姆斯就有可能投篮失准 本场活塞封线是由格兰特加上格里芬 直接把詹姆斯给封杀了 导致他中远距离投篮打得非常不好 对阵金州勇士的时候 胡人输球那也是因为勇士这边有威金斯 还有追梦格林这种顶级的封线防守者 输给快船就不用说了 那有两个最顶级的封线防守汉匠 输给开头者也是这样 开头者在封线上也有很了解詹姆斯的安东尼 所以只要有这种身高体重能跟他对位 同时又比较了解他的防守比较强硬的封线球员 他就很容易吃笔 进而影响整个球队的进攻 这是詹姆斯现在体现出来的最大的软肋和弱点 他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依赖手感的超级巨星 而不像之前一样 更依赖于自己突破能力的超距了 他在退化 也在逐渐的转型 他知道在他这个年纪 再去像之前一样冲内线 职业生涯寿命会大大缩短 而且他不转型的话 也不可能再有之前的那种效率了 没有多少人会再怕他的突破了 所以他只能进行这次转型 这个转型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与此同时 胡人的这些演员 说实话并没有帮助他减轻压力 施罗德引来的是一个控球者 原本胡人希望他可以和詹姆斯打更多的挡拆 詹姆斯打无球 这样空切顺下 挡拆顺下 可以得到很多轻松得分的机会 可是施罗德没这个能力 而现在詹姆斯因为中野距离投篮 尤其是三分增多了 需要的就是外线给他挡拆的四五号位 要更加强壮一点 掩护质量要好 给他挡出一个出手空间来 结果哈雷尔也没这种能力 再加上马修斯 这是年龄太大了 实在是不堪大用 所以导致了本赛季的胡人打成这样 因此詹姆斯的下滑 这个问题到底如何应对 才是现在胡人最大的难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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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